我是哈拿哈提巴代理 这是我的好朋友骆驼 这个骆驼是我们哈萨克族的 土骆驼 鸽子要狗 那样好 骆驼以后只要一公斤多一点 小孩 老人和最好 我是警察县比廷城三长嫂子的宋明 原来我们从上没有点没有水 路呀不好走 苦难的很 2008年之后 公家就去这个房子 放这个地 那些牧民里面办下来 定居以后我们办过来打工的 落堂的石油级的那些工作队 他们就合的了 后来最后我想的 这个落堂的好 后来很贵也好 我们爸爸妈妈以前商量的就 没些落堂 没落堂的 我们将来牛没掉 这没了落堂的 2016年我没了十二堂 大的六个 小的六个 十二个 今天是没的呢 我们爸爸喝的呢 想的很就没去腿回的很 原来那个战风点没的 夏天电没的话就回丢了 国家电网就来那些拉的电 最后冰箱也没上了 冰箱也没上了 就在冰箱里面搁的 他们开刀会员陪的我们的房子更前的转 安排的转业合作室 合作室就我们五家子 现在我刚有六十多头 合作室一门算下来就一百多头呢 慢慢慢慢就落堂发展出来了 原来我们就一家七口人 困难的很窄 现在就活了 好 谢谢 谢谢 欢迎大家都来比听证参常操作做客 平常者类的美食 了解我们的养殖业 发展我们的养殖业 让我们的聪明共同富裕 就起来把家乡展示的更密好